我把我手機APP所有的通知都關了 這樣沒有任何人可以吵我 我可以專心做我自己的事情 我手機也只有通訊錄裡面的人可以聯絡到我 通訊錄以外的人全部都會自動聚集 為了不被手機綁架 一直跳出訊息啊 然後也要一直回覆訊息啊 我們做過這些事情 但是也有一些取捨 像有人要找我拍攝的話 可能就忽然聯絡不到我 那這樣子我們就會錯過還蠻多拍攝機會 可能這個禮拜五有沒有空 然後結果我禮拜六才回答訊息 那我不想要被打擾 又想要接收到所有的重要訊息 所以我們就創立了一個全新的LINE官方帳號 那這個LINE官方帳號 我們到目前為止已經快要100個人在裡面了 所以我們只要在手機開啟這個LINE官方帳號的通知 我們就可以及時的回覆所有客戶的訊息 這樣超讚的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品牌的使用 因為我如果之前用個人帳號 那我就是用個人的名字在那裡跟別人談生意 那看起來有點好笑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一個品牌 叫做開影像工作室這個名字 所以你每次點開 就是開影像工作室在跟你聊天或跟你講話 而不是就是個人 所以如果之後有更多可能有客服之類的 我們就都是用這個品牌名稱來跟客戶溝通 而不是就是個人說 小美哈哈搞笑的一些歡樂名字 那還有一些很酷功能像是分類群組 這是在正常的LINE賬號沒有辦法辦到的 就是我們可能這個人是跟我購買攝影燈光器材 那我就可以tag可能燈光 那有一個是跟我買攝影機的 那我就可以寫攝影機之類的 那我們就可以tag每一個人 然後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是什麼職位交易的什麼東西 我就可以直接tag在上面 那所以我要尋找可能燈光 可能我有一個特價的燈光商品 那我就可以直接打燈光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跟我買過燈光的人叫出來 我們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說 喔我們現在這一盞燈有特價喔 這樣我們就可以快速找到我們想要找的人 而不用在那裡大海撈針 我們個人LINE賬號就是這樣大海撈針 不然你就要在每一個人名字前面在打什麼 喔他是幹什麼的 很麻煩 官方帳號還有一個功能 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follow up 就是我們有跟客戶溝通啊討論東西 但是如果可能剛好客戶在忙 然後他可能看了訊息 他沒有回覆的 我們就可以不要提醒一下自己說 欸到底有什麼問題啊 或者是我們有什麼要後續處理的項目 而不是就他沒有回覆 然後我就沒有回覆 然後我們的訊息就 對對對對對 然後跑到最下面 然後就沒有人再繼續溝通了 就我們可以不要一個follow up 我們就可以確定 我們還需要再跟他一起確認東西 那目前我的官方帳號還是一個免費的版本 所以就會有一些限制 像是每一個月只能推播 200封的推播訊息 像是官網更新的一些有趣的 然後讓每一個人知道的訊息這種 我們只能推播200封 是一個人就叫做一封 所以200個人就叫200封 我們就只能傳給200個人看到這個訊息 就如果我們人真的夠多 然後賺夠多錢的話 我們就可以 就是給錢給LINE 然後去升級我們的官方帳號 但目前還沒有需要 就是因為還沒有到200個人 我們就持續經營 讓更多人就是有更多服務 合作的人啊 就是都在這裡面 那我們之後就會比較 要找什麼人就會比較清楚 然後要聯絡也會比較快速 然後手機也會跳出通知 讓我們不會錯過任何的合作機會 所以你會